最近这几天,由于美国航天局在火星上的探测研究,发现了火星上面样本的上面,还有一些有机物质。 这又再一次提起了人们对于火星研究的一些热情,又一次对火星上的问题开始深入的研究了起来。 而且,一些心比较细的读者们,可能发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不管是之前苏联人对月球的研究还是美国人登上了个月球,他们都曾经把月球上的一些样本物质给带到了地球上来进行研究。 但是对于火星上的一些物质,他们却从未带回地球上来。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吧,研究者们何尝又不想把这样的样本带到地球上的研究室里面,好好的研究一下呢。 但是说更多的却是他们技术水平上达不到,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不敢。 那么这话又该如何说起呢? 首先是因为在对火星的研究中,人类已经发现了在火星的地上是存在浊水这样的物质的,这就意味着火星上可能是存在着一些生物的。 而在不久前,纳西就在火星的岩石沉浸岩当中发现了生物存在的迹象,这些都在向我们人类证明着火星上面可能真的存在我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些细菌等一些未知的微生物。 而这就是研究者们的担心之处,因为一旦这些物质被带到地球上面来,而在地球上面得不到控制,蔓延繁殖起来的话,这很有可能就造成地球上其他的生物环境资源被占据,而造成整个地球的毁灭了。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曾经是有火星上的陨石从宇宙中掉入到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在南极曾经找到过这样的陨石,而在分析检测中,他们非常震惊地发现,这样的石头里面居然还有这一些细菌的存在。 这就开始让之后的科学家们在进行对火星上面研究时变得非常的谨慎,也开始对火星上的一些可能存在的生物建立起了防范的心理。 因为,不管是在科幻电影里面,还是霍金它不断发出的警告中,我们地球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意识,目前的我们是不太具备对抗外星球生物的一种能力的。 在一些从火星上面探测器传来的图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些图片是和我们现在生存的地球是非常的相像的。 就比如说之前发回来的火星上干枯的湖泊照片,这就基本上是和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是一样的,所以在火星上,是可能存在的其他生物的存在的。 所以,为了能够继续地研究这样的火星上面的物质,地球上面的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火星探测器,在收回样本返回地球的时候, 我们让它们在月球轨道的空间站对接,并且在那样的一个地方,继续着手对样本星星研究。 当然现在的情况只是暂时的,地球上的科技研究,正在朝着先进的地方发展。 这样的问题,我们最终还是我找到让我们满意的答案的,这也是我们探索的目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